大家好,我是雷槍 時隔多日 日服F9終於有了新的萬聖節活動了 而相關的情報也會在最近釋出 現在我們只能大概知道 就是10月底會有新的農糧萬聖節活動 名為《沙塵之女王與黑暗的使徒》 哇,你知道嗎? 我真的啊! 與此同時,官方也有開一個舊版的農糧巡禮活動 以及一些農糧的強化關卡 讓一些新的玩家也有機會體驗一下以前的活動劇情 和拿一下舊的活動角色 並且無論是打過還是沒打過的玩家 都能在打的過程中拿到三個聖杯 佛星 佛星啊 還有就是推出F9幻想嘉年華版的紀念活動 讓大家能夠抽一下撲到不行的艾雷獎 那麼這部影片將會跟大家聊一下相關的資訊 以及從者和卡士的相關分析 還沒訂閱的就記得按訂閱以及小鈴鐺 並且追隨一下我的Twits直播間 方便以後查看和討論更多不同從者的攻略喔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先來說一下 F9幻想嘉年華2的相關情報吧 基本上就是一個普通的紀念宣傳活動 就是告訴我們Blu-ray開賣啦這樣子 然後就送個紀念禮裝 順便開一下艾雷卡池 不過可惜的是艾雷並沒有因此強化 而真的就只是開一下卡池而已 雖然我記得艾雷好像確實才強化不久 所以也算正常嗎? 當然啦 即便現在艾雷還是沒有記者 但如今有沙狐紅果的情況之下 作為有50%MP自充的紅卡AOE打手 還是蠻吃香的 自然也能當個周回衝浪腳啊 不過艾雷的傷害依然是很低就是了 建議想用的話能保二就保二吧 除非剛好能對到寶具的抵制力特攻啊 接著便是龍良巡禮的相關情報 就如剛剛所說的 活動的流程其實並不長 一天就能全部打完 打完之後呢 就成人漲潮等新活動了 當然啦 在這期間呢 也可以打一打龍良的強化關卡 拿拿聖經石 準備下一個新活動的卡池啊 那麼關於這次的龍良強化 其實都還好 比較有趣的是建龍良的強化 從以前需要100%MP才能開的靠賽技能 變成了50%就能開 大大減少了靠賽的代價 不過說實話應該也其實跟以前一樣 媽的開出來的效果跟當時要的效果完全不一樣都是啦 幹!我要無敵它就給我攻擊力上升 我要紅放它就給我回血效果 我要暴擊星它就給我無敵 幹! 普通的龍良的話就把降防效果變成全體降防和強解一層 附加季風一回合 還是算蠻堪用的啦 活動的萬聖節Ks打龍良呢 就多了自衝和延燒效果 30%自衝還算不錯啦 剩下的20%靠被動填滿的話用使出58MP的禮裝 靠自己就能開場開寶具 還是蠻方便的 機器龍良的話 1號、2號都是一樣的強化效果 都是在G2那裡多了25顆星星 讓他們除了寶具傷害以外 還能充分利用G3的包圍提升 算是堪用吧 最後便是龍良虛擬的活動卡池 話說活動卡池的配UP從者跟凡聖的CEO送貨幾乎一樣 這個共識性還真的有點妙 怎麼覺得每次日服凡聖的配UP和活動 都有種平行宇宙的感覺 夜後馬是一個需要強化的五星殺之打手 優勢還是有一點點的 但是跟現在的五星從者設計來做比較的話 真的弱勢很多 更何況在以前他也沒有那麼亮眼就是了 尤其是 傷害 宅氣的話 以前的我還會幫他辯解一下 現在的我已經放棄了 對他就是個賣萌角色 他的存在意義就是在背包裡面呆著 每天在房間裡面畫本子開開直播 有沒有多麼血液 好啦硬要說的話 某些時候還是拿出來當單挑從者的 不過真的有夠膜 我的話就先怕死了 最後便是打工 別笑 別看他一臉在拉二胡的搞笑樣子 他可是當今最強的藍卡單體打手 可堆疊的 暫徐 無限寶具帶來的無限爆擊心 簡單易懂又粗暴的技能效果和機體機制 真的是一個從遊戲初期就強到現在的元老從者 不愧是大明湖的唯一信存者 但如果你說要不要硬抽出來的話 有人會想要刻意把它抽出來的嗎 應該沒有吧 除非是大疏控啊 以上便是現在日服F週的相關活動情報 以及卡池從者的相關分析 反正的話 CEO送貨活動不就是爬塔活動 而且配合的從者也跟日服一樣 應該不用再出一部影片來水了吧 不過那個活動的重點 除了CEO的靈異以外 應該就是劇情了吧 但爬塔活動是真的蠻累的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自己喜歡的從者吧 那麼我是雷槍 相對抽從者 我更喜歡這個色茄子的李卓 我們下次再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卓